繼續是壽丁 她問阿爸老師 教授說 如果是保餐37天 她如果要噴油 要噴什麼油 我在想她應該是比較新手的人 包括她的殘的 算說都打不乾 不知道要怎麼辦 一瓶很乾的 一瓶又有水 一瓶很乾的 一瓶有水 一般是這樣 就是說 兩種情形 就是說一種情形是這個 南北鄉 譬如說我們正常在保餐時 我們南北 這個南平 南平這個 橫桃這隻 橫桃 有的南平是橫桃 有的南平是橫桃 有的人說 要怎麼算這個橫桃橫桃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一般我們是 是橫桃可以下去的那個地方 通常我們很容易下去的那個地方 叫做橫桃 另外一邊就叫橫桃 所以這沒有什麼固定的 什麼是橫桃 什麼是橫桃 有人說南平就是橫桃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橫桃都創得很好 所以一般我們會說 你最接下去的那個地方 如果兩瓶都很容易下去 一般南平會叫橫桃 比較大條路的那邊 這這不一定 這不一定 所以這是這樣 那麼你如果是南北平 假設你如果是南北平 並說你這邊 你在南平 你的水是在南平 你的鎮桃橫桃在這個 大路在南平這個地方 南平你在淹水 你南平你淹水 這個橫桃這個地方 那麼 南平不乾 北平太乾 這個有可能就是塞 塞了比較不平 不一定 有時候要比較大區 因為水是慢慢的陰過 所以你可以做軟桃 就是說在 一般就是說 需要做軟桃 超過八十米 超過八十米 這種的比較厚 超過八十米 通常是在我們 這個粉林這邊 這裡有的百二米 這個 它的橫起來一爪 整個月之後很好洗 我們弄著重月之後 做得很好洗 所以南北有這個百二米 百二米 那些在陰就比較難陰 所以你要為中 弄一爪軟桃 就是說 那種桃 要拼拼拼 再拼一個 斜花框框 現在在陰的時 份兩 兩邊去陰 不要和香桃 為煎 那打來 讓他慢慢陰過 因為你 你每邊都這樣陰的時候 初 time 這裡吃水吃到百 南平吃水吃到百 北平不一定吃水吃到百 在水桃這個地方 你吃水吃到百 水莓的那裡不一定吃水吃到百 所以如果是這種情形就要做軟飯來改館 做軟飯來改館 你在飲水的時候就分南北冰 譬如說以前北冰都吃得不到水 在水位這個地方 我們把那個牛一條黑色的軟鋼 把牛牛牛牛那邊放在那邊去飲 那邊先飲有夠 飲有夠之後這個飯把它做起來 我們南冰放在飲 這樣兩邊水就會嚼 所以這要從這個飲水來改館 做一粘中做一粘軟飯 這種的餐飯 這種餐飯是不在怕的 稍微凍一下水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這 好可真好 電視一般通常有超過80米 比較可惡 你如果說在80米裡面 去做那粘軟飯 這個有比較好 電視不必要 這個雞 當然你如果體力好很用 這個比一般又更用 我覺得你可以建議 那不一般是不必要 那如果是80米 如果100米這可能就絕對要做 沒有做很難喝水 有的說不會 我的煎很大工 所以不差 這是這個水頭水 南北洋的這個問題 另外一種就是兩窟 兩窟掛造一窟的 譬如說你那兩窟產是這個 那時候經濟 那時候經濟 或是說 原地有那個官雞欄 那官雞欄 你把兩窟 因為 那都理會 所以 或是說把雞排賣起來 那兩窟 把他推好賣 那兩窟推好賣 那兩窟推好賣 那一般我們一定是 從館的地方 掛為雞的地方 那一般如果這種情形 館的地方掛為雞的地方 通常雞的那邊 吞起來這樣 這個比較淡 這個 桃被掛掉那個地方 它會怎樣 它會比較容易打 因為那有時候 有這種 這種就是分這個藍白 你剛才說的是藍白 這就分桃塞了 就是說 同一窟 因為你兩窟掛造一窟 它有桃塞的一個 這個桃的這個問題 這種很難處理 這種呢 你就是 因為我們就很難來幫他做一個 這個 要怎麼做 這個當然沒有 也是一樣 在這種情形 最簡單的 一樣在這個 當西鄉的這個地方 你把他做一段軟飯 那邊比較容易打 你先陰 先陰 這個陰 有時候陰不一樣 還是說你 補幾檔之後 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是說 我就囤陶 囤陶就 原來比較不平均 所以你現在補幾檔 怎樣 補幾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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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多檔 從我小時候 我橫林 有一個 以前叫什麼 這個 古早人說的 一個叫做 莫希亞蟻 這個莫希亞蟻 大家如果走到那裡 都會 他那個 不知道怎樣 就是很奇怪 就是那個 那裡 已經都 你看 由我小時候到現在 超過40檔 那個地方 走到那裡 都會 都會 吊 阿婆 吊在那個地方 背不起來 到那裡 或是 打在肚子 用臉的 這樣 用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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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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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是起到要起死 所以 自一回後 我就 將來補殘 我就不可以再貼門了 很生氣 再來就是說 轉移到我沒有要走 走到我的心理很狠 流鼻子我沒有要下去撩 橫頭就撩就好了 有在種 現在當然你已經沒有在補 所以 那個地方 很多人去貼在那裡 所以 你跟想這個地方林裡面 就很容易 這個途中可以很均勻 不說很簡單 所以 剛才這個情形 大家都會 應該是可以把他撩扯 大概是這種情形 你在探討說 有要用什麼藥 我是覺得 這個很簡單 很簡單你去找的 我們附近 可能就近你信用的農業店 這很多農業店 真的都不錯 這個 最薄 最薄薄的都好 會比較多 有的人 很批評 我覺得這些農業店 其實都蠻蠻好的 倒數 當然一半的比較好 但是有的是說 倒路撩比較輕 這樣而已 人的技術有 對不 他有的很厲害 他倒路撩比較輕 但是你 有什麼人倒路撩比較輕 大家又要去給他撩 因為 很多東西他摸 你不敢問 你不懂得做 做不好 不要說不懂得做 去問 人家遇到這個病 人家在配藥 或什麼 人家有這兩步出 對不對 人家比較用心 你一點點錢 我們可以貪 是我們可以貪 是沒關係 水中不用 水中 這個開龍油店 水中的藥 如果還配不好 他完蛋開不下去 所以你不用煩惱 他會自己撩多少錢 因為 那一次人就嚇到了 所以一般水中的藥 大概都是 真的是在服務的 就是說 靠面積大 一分底 藥扯扯的 給你賺 很百塊 這樣應該有 一兩百塊 一分底 這個藥也只是這樣賺好賺而已 因為很競爭 所以 一般來說 水中如果是 利用好使 大概 這個藥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電腦是這個官吏肥 比較 比較 當然 這陣子來 37天 準備 差不多 六六了 六六了 就差不多 就要拍殘了 差不多 37天 補 以現在來說 是說我不知道你在哪裡 我還會動作 你在婚臨 加石 你如果是在這個婚臨館 來講 這個婚臨館 現在 今年 37天 你差不多 八天 十天 就要開始 打 因為 差不多要賣 因為基礎 如果有就差不多 有就可以了 這是這樣 我們 今年 我們 這個 丟臘館 可能要拿雜館 你如果要拿雜館 你也要贏 一點 這個 這你可以去 你如果沒有了解 你也可以問 這個 酒精 我覺得像這種農藥就是酒精 這個農藥 店員都可以自己 服務 了解 那麼在這個管理上 有時候 他在 沒用 他有可能 跟你說管理的事情 跟你說得有 跟你說半小時 說你這個東西 要怎麼去處理 不可能 你不能想那麼多 有的說 問都 都沒用 我跟你說 一人來說半小時 那時候 他一天剛好做幾個人的行李 一個人來說半小時 一載去四小時 他比較八個而已 你會不會給你做四小時 還八個 一天剛才十六個 他一天賺不穿五塊 因為你聽聽不聽 還要他買了 所以不可能 他也不可能有那麼多 他還說幾天 是不是這樣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說 沒有什麼要說 不是沒有什麼要說 他說到 有嘴裡沒有冷 對不對 他真的是說得很疼 我們有時候 中心比心 當然 你稍微問 什麼藥 大概是怎樣 稍微問一下 還是說 你請人家 請人家 請人家 現在有的 很多人很愛他帶藥 因為帶藥他多少賺 藥你要給藥 因為我們自己去買 算算賣 他如果 他如果 就這個秋冰 如果有100家 他在轉 你想他就變 他就賣100家 水中的藥 100家水中的藥 100家水中的藥 一分底 如果是100塊 糖 一家東 就1千塊 對吧 100家就10萬了 藥錢 他就賺10萬了 我們自己去買 絕對是要他比較貴 所以 他可以 拿到藥 會比較俗 這是這樣 所以 有時候就是方便 我覺得現在很多的工作 我們就是方便 不用怕人貪 我們就方便 這個合管理 你跟他問 大家給他做什麼 這次 隔壁如果在做什麼 他會說 你們差不多同一個時間補 對吧 隔壁如果要做什麼 你就跟他問一下 方便說 你如果是 我比較不孝 你跟他講一下 大家一般都會 都會講一下 如果 沒有 比較接近 方便 因為 缺乏大家 比較沒有 比較不想說 不要跟他講 或是怎樣 因為大家 比較沒有什麼 你如果說 做 做其他 這個地區 有時候你跟他問 人不可以跟你說 因為他怕去把你害到 對 因為說 也說不完全 所以 這是這樣 這做事有時候 有很多學習的過程 我們電台沒有賣農 所以 但是就是說 一些油 農業店這麼多 他如果有辦法處理好 你先問一下 很簡單 就可以處理好 這讓你先做了解 不過就是說 差不多 還有10天 應該是47天 差不多 但是 看天氣不一定 開始慢慢要老大 這是說 這個 行人的水 沒乾 這個 一邊乾 一邊有水 這種最麻煩 這黑白龍軍 這有時候 觀光比較不好使 所以這有可能就是 剛才說的 這個 想辦法來解割 做軟飯 可能就是為他們的 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提供給你做參考